看不起中超、巴西国脚狂言,次度拒绝来华捞金,如今不惜极端手段随着中超连赛的日渐火爆,越来越多的南美外员都选择来到我们的连赛踢球,其中甚至不乏像胡尔克、奥斯卡、保利尼奥这样的现役巴西大牌国脚,然而并不是所有巴西国脚都会对中超土豪的召唤须值弱物。 7月8日消息,据雅虎体育巴西版透露,与中超山东鲁能传绯闻的巴西前国脚都督下定决心,要加盟山东鲁能了,但可惜,俱乐部却不愿意放人。 都督对于中超的球迷来说,已经不陌生了,他表示自己曾经四次拒绝过中超球队的邀请,而选择继续留在巴甲联赛踢球。 都督在采访中是这样说的,我知道去中国踢球,意味着,我可以赚到比现在多得多的钱,但我现在很满意自己在帕尔梅拉斯的生活,所以我要感谢中国球迷的厚爱。 但我现在才26岁,并不想去那里踢球,即使他们已经第四次邀请我了,但仍被我断然拒绝,督督还自信地表示,如果中国球队未来几年仍然想要签下我,或许我会考虑去的,毕竟那时候金钱对我来说会比现在更重要。 然而,半年时间都不到,督督就被自己打脸了,曾经对前来捞金痴痴以鼻的他,如今为了加盟,都不惜用上罢训这种极端手段了。 督督为了能够前来中超,目前和俱乐部的关系很紧张,甚至不惜采用罢训这种极端的方式,来逼迫俱乐部放人。 可见他加盟中超之心有多迫切,坚决,据悉,山东路能为了得到都督,也抱上了不少筹码,路能将提供一份五百万欧元,折合成人民币将近四千万的合同,这也是最打动都督的地方,网友调侃,到底是中超有魅力,还是中超?